厚菲云 昨天就特别提到 当这个富乖离来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要我们紧盯不放 对 其实富乖离太大 技术面它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逆转 有做技术面就是这样子 其实美国股市今天晚上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下行线 它都是来自于富乖离过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就是 其实股市的操作有时候就是顺势 可以抢的时候你就抢 可以抢的时候你就抢 可以做多的时候你就做多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有说过目前的台币股市的极短线 它还没有确认危机化解 所以如果在今天要做当冲的 我个人倒是并不一定反对 OK 所以尤其这种富乖离来到极致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也就是投资朋友 拼自己的技术跟技巧跟心脏 可是就我了解开盘应该有很多人 躲股票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有时候极致 它也是一种参考台北股市的时候 就是说你台北股市今天叫做 开盘叫捷径缺口 大量票空向下开 那今天的融资 我认为台北股市在这一波 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这一次的融资降得很慢 如果说今天的融资 能够降得比较快的话 对我们台北股市 我说转回为安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筹码面观察的一个时机点 OK 那当然了 这个战场已经发生了 但是在亚股今天整个秩序上面 似乎也还没有看到别人步伐的踏稳 反倒是台股今天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多少 也全部都有一个顺序点跟关系 其实在今天里面 我觉得亚洲股市除了大陆股市以外 大概都很fighting 不然的话大家看一下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跟我们一样 开盘真的是兵荒马乱 非常惨 持续的破底 然后来到了1900点 然后啪一声叫急速往上淡 他甚至也带到了平盘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从很低很低 往上啪啪啪啪啪就带到了平盘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说这都是 富贵里产生的影响性 我们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产生股市里面 极度的一个下跌 一个是韩国股市 一个是香港股市 一个是日本股市 那大陆股市呢 今天不怎么样原因是 在他们相对性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大陆股市跟他们比起来位置比较高 我们也比较高 那所以你可以发觉 恒生股市也是啊 也是急啦 日本股市也是急啦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看尾盘 我说过尾盘 多空还会再斗一次 那就来看整个一个尾盘 台北股市呢 能不能够收在相对漂亮的一个位置 做一个短线上面的极短搁空 那如果早上没有参与这一个 富乖离的一个操作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手上还是也没有抢 今天就看着这样杀下去拉起来 我们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好的一个策略跟做法 或者我还是继续紧盯7月份营收 半年报不错的 或者下半年忘记的股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以目前看起来 7月份营收好的 或是呢第二季财报好的 都是正向反应嘛 那我觉得错过了今天 因为今天从低到高已经200多点 那你说你今天要再去抢 你的风险就有了 那因为变成说你今天再怎么样 我觉得也不可能拉太高啦 因为已经200多点了嘛 那除非你突然有一些的消息 那我觉得这个几率 在今天有消息的几率并不大 所以我会建议观众朋友说 假设你今天都没有抢 没有抢就没有抢 那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你就是等待下一个机会 那下一个机会会出现在哪里 我刚才就讲说 一个第一次触碰五次均线的时候 它会震荡 那第二个它会什么 它会再公布新的个股上面 一些营收好的 如果是又是低位阶的 然后那种个股上面也会反应 那你就等待后续上面 新公布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你去做留意 或是你今天公布营收力多的个股 那法人进场的 而那个后续的推动力就会存在 那你就可以趁着未来 因为不可能每一天都在涨那么多 那在震荡的时候 你再把今天公布营收 推动过过程中 法人有买的个股 你在未来里面的震荡的时候 再去做一次的低阶 OK 要回到值的一个部分了 对 在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非常谢谢鼠方分析师 今天精彩的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剖析 今天台股一早开盘到9.03分 指数来到了10,180.8 把这个10,227就着实给跌破 但是除了台股之外 刚刚也看到了韩国股市也演出了逆转胜 甚至拉到平盘附近 台股今天平盘一度在12.19分来到了10,425 所以今天跌242点 然后又往上又拉了近200多点 台股的一个演出 大家在镜面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惊心动魄 那我们来看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围场的一个部分 刚刚特别提到了 整个战场还会重新再来做一个步伐的一个调整 最新买单敲进股 富邦的VIX今天已经有80万张 深阳半还有博城 稳茂 茂迪 印太 华通 国泰金 还有新兴 这是最新买单的敲进股 那最新调节的部分 富邦上阵正二 那今天呢 00637L的这个也有18万张了目前为止 那另外呢包括00632R 我们也看到了台湾50反应有16万张的一个成交张数 这个都是这个镜面当中呈现的 还有呢 群创友达 旺宏台积电 中信金 华邦店跟星星 这是成交张数榜单的一个部分提供给投资朋友 那最新卖单调节的有富邦上阵正二 群创中寿 神机东河钢铁 新美旗中环亚太台湾50 您锁定的是非凡抢先报尾盘的关键 还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跟大家警定不放您在非凡抢先报 昨天加班好累哦 整天阮在萤幕也好吃力 试试全新科普 双效型配方 维生素B两倍 添加椰黄素 让我不吃力 让我不加班 全新科普B群 那几天 意味让心情上上下下 就像坐电梯 全新雷妮亚清洁 义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消除意味 全面义菌清新 By the way 捷径那些天 雷妮亚 雷妮亚斯密基平护系列 让我天天晴朗干净 差点忘了 要来订个好一点的 帕塔亚饭店 太好了 Trivalgo有地图搜索的功能 嗯 孩子们要的游泳池 啊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 啊 对了 SPA 但是会不会很贵啊 太棒了 有了Trivalgo 我可以直接用地图 找到合适的饭店 还有比较价格 找饭店 Trivalgo 我们赶紧透过机面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各股股票期货在今天整个焦头的重心 包括了郁金光 五千七百一十一口 星星四千两百六十九口 鸿海 台积电 小立光 稳茂 华邦店 全新 旺红 嘉林乙 这是个股股票期货到今天十二点半为止 整个焦头的重心 认购全镇放量股有 台积电 大立光 台湾50 T50 反一 凯胜 上镇2X 群创 台郡 鸿海 以及郁金光 这是认购全镇的放量股 认售全镇放量股有 郁金光 稳貌台湾50 鸿海 台积电 大立光 互生2X 群创 上镇2X 还有联发科 接续下来我们来看高周转的部分 在上市的高周转 包括了有 立基 深阳办 泰鼎KY 建林 印太 泰塑 郁金光 加龙 金元 以及中佑 这是上市的高周转 而上跪的高周转有 中探针 星象 训帘 红杰科 声达科 金策 双红 汉训 励志 以及金义鼎 这是上跪的高周转 最新买单敲进 再跟大家做一次扫描 包括了有 深阳办 富邦Vix 华通 智邦 合情控 台积电 建汉 玉山金 以及兆丰金 最新卖单调节 包括有 光磊 星光金 永风金 以及联电 而另外我们来看出量股的一个部分 透过界面当中 今天的出量股包括有 泰顶KY 印太华通 核心 台新金 台汽银 中信金 新光金 中签 长荣行 GSKY 加隆 以上都是有出量 多于昨天1万张以上的出量股 接下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今天陆股的一个表现当中 似乎并没有受到台股跟韩股的带动 今天跌幅在镜面当中提供给投资朋友陆股系产业指标 压低的主流族群 另外我们来看成交张数榜单的一个部分 我们尽量也要跟大家来做个扫描 包括了成交张数的第一名是群创有10万张 扣除ETF之后 还有包括了友达的5万8万 望虹台积电 中信金 华邦电 4万4 星星的4万3 红海 还有包括了联电 新光金 玉山金 跟台汽银 以上的部分都有2万8千张 而上柜张数的一个榜单当中 包括稳茂迪万八 红杰科 茂迪广明 双红中探针 另外汉磊星象 日盛金 光阳科 金财 以及中美金 一直想给投资朋友再看一次成交金额的榜单 这些是成为台股今天资金能够驻足的相关股 而且从成交金额的榜单 我想投资人刚也做了个扫描 也都是今天能够翻红的主要的中流砥柱 我们马上回来 昨天加班好累哦 整天阮的荧幕也好吃力 试试全新科普 双效型配方 维生素B两倍 添加椰黄素 让我不吃力 让我不加班 全新科普B群 想甩开油腻负担 不能单打独斗 Mans Biola激进油保湿洗面乳 碳水合肌 不油不甘 前所未见 我真行 Mans Biola结言泡系列 Mans Biola 极度爽快 起进找沐浴巾 不清爽不可能 Mans Biola 面临大环境的巨变 能转型成功的公司 往往就能迎接影韵的第二圈 找出这类转运退便的好骨 下半年布局重心一手掌握 第一千一百五六七 非凡上夜周坑 带您跟真老巫骨一起赢 教育专线 02-166-0800 有了TriVago 您可以设定价格范围 并从全球上百个网站 比较价格 找到您的理想饭店 找饭店 TriVago 新的TriVago App 简单好用 让您轻松比较饭店价格 祝贺 阿姨比古!阿姨比古! 阿姨比古! 準備! 進步! 教練這個好重重 好合而令他覺得煩 在部隊不見得隨時都能接電話 副校長肯定有事 你知道今天的會議對我來講嗎 我的筆電資料全部都在你桌上 我卻找不到人 你可不可以去跟我發說 你讓我去上班 岳伯 你不是說這次是戰緣 每週一至週五晚天八點 女兵日記女力報導 正午1.0在非凡搶先報 今天可以用力網狂瀾 或者是今天動地來形容高低點的一個部分 高達了487點 研究台股很靜責 靜責先生你好 是 明確姐好 大家好 也算精彩啦 是啊 這個行情裡面 今天算是非常精彩的一天 因為一口氣開得非常低的一個狀況之下 來到10180 那麼用視覺上面去看的時候 破了前面10227的低點呢 就開始有所謂空單開始回補的一個買盤 所以呢 空單一旦回補呢 那麼一旦開得夠低 就會產生這種所謂 越回補越來越多的一個現象 也使得今天盤中啊 幾乎有所謂三到四百點這樣的一個震幅 我相信大家看指數的時候 都看得非常精彩 但是我要這邊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好消息是短期之內呢 10180這個地方呢 有可能可以成為短線上的支撐 稍微比較不怎麼好的說法是 那麼10180呢 還可能要被回撤 為什麼要這麼跟各位來做報告呢 請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第一個 因為今天呢 下影線很長 而且距離很大的情況之下呢 這地方形成一個整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第二件事情呢 要請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以現在來說 其實不是10180 從頭到尾並沒有破前提的問題喔 因為假如你把380點啊 現在我們台灣的一個所謂 初期蒸發點數 加回去的時候呢 現在目前真正的指數應該在 也就是這次的低點 應該是在10500點的附近 換句話說呢 只是在一個相形回測的一個過程當中啊 所以第一個 好消息是還沒到空頭 那麼缺點是說 現在呢在這個半三腰上面 有可能今天呢 是短線上面的一個 所謂主題啊 全值股上面的一個反彈 最好大家的思考方式 我把它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區間盤整去找股票 這樣是最好的 那麼盤整來講的話 都是有題材方面的概念股 我說的我負責 9955的加龍 那今天加龍是一個開高走低的一個情況喔 但是因為它盤中是有創新高的 請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台灣往往會這種 只要是所謂的全值股漲上來 避險概念股就賣掉 各位只要回頭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金利泳池啊 也是上次 習近平去看生產線的那一間呢 那麼 金利泳池現在是強所漲停板的一個情況的 包含1809的中佑 那麼這兩檔股票其實 我們在這個非凡商業台跟各位報告的時候 讓各位避開這個814點回檔的風險啊 那麼今天早上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已經開始知道說 原來這兩檔股票可以避險了 那麼開高之後走低 我認為是因為短線上面 像中佑的漲幅呢 已經來到31%了 加隆的漲幅來到27% 那麼比這個金利泳池的41% 看起來是少一點點沒錯 但是因為我們有漲停板的限制 會有開高走低的現象 但是呢 各位看到這個稀土的一個走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啊 似乎今天啊 也不見得是所謂的 真正波段性質的賣點 那麼這兩檔股票所代表的 兩個字的意思叫做風險 所以我這邊為什麼要跟各位提到說 就以這兩個非常重要在這一週裡面 可以讓大家從8月1號到現在為止 先行避險的工具來看的話 那麼這兩檔股票 只要還沒有所謂的 真正的一個拉回的時候 大盤呢不算是真正的穩定的 OK好 那所以呢這個 有一些指標股 就是值得好好的來進行這個觀測 但是因為呢 今天這麼時間的 在中午12點之前就有這麼劇烈的一個震盪 那只剩下這個不到半個小時的一個操作 投資朋友怎麼樣 該買保險 這個時候再買保險 或者在這裡再繼續可以再搶一波短嗎 如果早盤呢只有搶短的話 那要恭喜大家 但是以現在來說 我請大家可能要稍微觀望一下下 尤其是今天這個拉上來呢 是在中國大陸傳出來說 中國大陸有可能啊 對於所謂的這個 現在人民幣貶值的一個狀況呢 採取一個所謂的市場上面的一個調節 那也有可能是所謂的存款準備率 這方面要降低哦 但是這些都還只是一個 傳說的一個性質 畢竟呢 恒生指數啊 短短的10天之內 跌了3367點 這大概是近5年來沒有看過的一個狀況哦 所以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的事情要做 但是呢 現在股市似乎已經領先 反映了這個消息面的預期啊 那我們必須就要講一件事 如果是真的符合預期的話 那股市反彈上來進入整理 如果真的沒這麼做 那我原則上來說的話 似乎呢 這個整理的時間還要再拉長哦 所以以現在台灣股市 我認為就整個行情面上面來講的話 兩件事情先把它做好 第二個呢 就是我在股市現場裡面 除了阿龍跟中佑 就提到了 越南概念股其實是現在來說的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避險觀念的 4927的一個泰鼎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我們說過泰鼎是泰金堡的兒子 那麼兩個人合作 在泰國闖天下的狀況之下 已經變成泰國第二大的PCB廠了 第一大廠呢 因為那個地方也常常淹水 所以反而對泰鼎轉單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加上現在呢 整個一個營運效益往上提升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現在是陽線包音線啊 那麼大盤大家還在想說 低點在哪裡 它已經陽線包音線 轉為一個多頭性質的局面了 包含了各位看到9802的預期呢 一樣的道理 那麼屬於越南方面概念股 加上東京奧運的一個題材 那麼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呢已經站回五日均線之上 包含像1464的一個所謂的得利 現在呢也已經先行站回了五日均線之上 那麼得利現在越南廠呢也是產能全部都已經開出來了 那麼雖然剛開始的時候是比如鴻曼 但是呢現在在越南廠站得更穩的 反而是1464的得利 那麼將來假如可以看得到愛迪達也好 或是Under Mow這些運動廠牌 往上來作為帶動的時候 我相信這些所謂比較低價的 越南概念股都會有一定的一個反彈 那麼這個還是站在一個所謂避險跟安全 所以大盤漲的時候有機會 大盤跌的時候可以防避險這樣的一個情況 還是要把這個地方列入一個考量的 好 那我們也特別把這個營收好的相關股 特別已經跟大家7月份營收的搶先報 那包括了元晶 泰鼎 KY 索羅門 全新 趙敬 這個TPK KY 宏捷科 豐達科 智深 美綠 這個把7月份營收的雙針股 當然包括了大立光跟鴻海 在昨天晚上就提早丟出了喜訊 過去不是都到10號才公布的嗎 那麼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大立光甚至包含鴻海 那麼這次的公布非常具有代表性 都提早喔 對啊 大立光還提說 下個月它還會更好 所以我們未來抗疊是 的確是非常的有機會 這是第一個可以先跟各位報告的 但是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還是要注意到這個叫系統風險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像這個6217啊 中探針 之前我在股市現場 以及我們這個非凡商業周刊 提到了個股 你要抓到它的一個真正成因喔 那麼在南京的這個 所謂的矽晶圓聚落裡面呢 只要美國開始斷貨的狀況之下呢 那麼晶圓沒做探針的話 那這個晶圓生產是沒有辦法完成的喔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它是一個所謂的標準的VV轉的態勢 加上呢整個7月份的營收 也往上來做一個拉動 所以兩個題材一旦加上去的時候呢 股價就先行工上漲停板了 4968的利基 那麼也是我們在連線的時候 率先跟各位提到的 那麼由於現在變成 大家越來越清楚 是華為來做它的一個 未來的下單的一個客戶 所以呢股價現在也是一個水漲船高喔 所以呢站在一個所謂中美對抗 或者中美局勢改變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用改變兩個字形容好了 那我們大家選股的一個情況呢 第一個我們在非凡商業周刊 會不斷的跟各位提出各種 那麼重要的條件 讓各位來做一個選擇 這些都是等於說在中美對抗的過程當中呢 不管是從越南概念股來思考 或是呢所謂的香港局勢 所謂對黃金方面的一個思考 或是各位所看到的這次所謂中探針也好 或是利基也好呢 我相信各位可能要多看一下我們的周刊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武功 還有自己的這個對於局勢的判斷 抓得更穩的時候 那麼您再來下判斷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的情況的 的確武功在自己身上 別人是抓不走的 最後30秒我們可不可以 導播給我們看美股的電子盤 因為解鈴還得細鈴人 這一塊可能對投資朋友 也是一個比較穩健的 正面的比較加分的一個所在 因為昨天這個美股 人家用黑色星期一來形容 的確啊 那麼現在稍微有點翻紅了 不過我說真的一件事 等一下收盤的時候 指數可能不見得會拉高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曉得 晚上川普的姿勢是不是吃飯又噎到了 OK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的 好 非常謝謝靖澤先生 跟我們進電話連線 那如果有別於昨天呢 這美股的一個狂殺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呢 美股這個旗幟的一個表現 我們也在鏡面當中 為大家來進行呈現 那實際的關係 我們也透過鏡面當中 看一下點火股 包括了有 深陽伴 利基 大田 富邦利斯 雙鴻 還有萊德 金像店 耀華 台積電 望鴻 鴻海 星聚科 實際的關係 下個階段回來 讓我們跟電競王子 玉堂先 緊盯不放盤面在尾盤 最後的關鍵變化 昨天加班好累喔 整天對著螢幕也好吃力 試試全新科普 雙效新配方 維生素B 兩倍 添加椰黃素 讓我不吃力 讓我不加班 全新科普B群 那幾天 異味讓心情上上下下 就像坐電梯 全新雷尼亞清潔抑菌 抑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消除異味 全面抑菌清新 By the way 潔淨那些天 雷尼亞 雷尼亞斯密基屏護系列 讓我天天晴朗乾淨 世界痛最有效 又有這個時候 世界痛最有效 思思解痛加強定 美國原料大廠製成 先進國家常用止痛配方 不含類固醇 不搶味 各種疼痛 世界痛最有效 嘿 还记得吗 我们什么时候聚一下啊 约在台中吗 嗯 让我查一下TriVago 四个人两千一晚 好像不太可能 诶 等等 哇哦 你们快看 有了TriVago 可以简单快速地根据我们的需求 比较饭店的价格 找到合适的饭店 找饭店 TriVago 好烤喔 好烤喔 太烤了 好烤喔 太烤了 太烤了 给他一个濕的 给他濕一点的 没有 旁边够干的 好烤喔 给他一个濕的 好烤喔 这个装不见了 好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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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圈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是这个美股的电子期 这个时候是一个红面的表现 没有错这个早盘这个台股开盘前 我看这个电子盘还低度跌400多点 在想说今天台股甚至亚洲股市应该压力都颇重的 好不过这个行情的转折 有时候总是在这种突如其来 尤其这波的一个大跌之后 我们找一下整个亚洲股市 日韩目前跌幅都收敛到1%以内 好这个都纷纷有拉出了下影线 好那台股今天也算是勇冠雅土之冠 对对对 算先 这个台子期在 第一弹 对他一度台子期还有翻红 到12点过冬过花一度翻红 加权指数以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点 不过跌了11点 所以从今天的一个结构表现 如果我们先从大盘的结构来看 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跌幅满足了美 如果从K线的形态 今天拉出了算是比较明显性的不量 因为预估量可能1500亿 带有近期算是大量的下影线的红K 原则上在形态上我们会初步解读 他有一个落底的讯号 好当然能不能构成所谓的强势反转 我觉得目前来看还不能太早下定论 我会解读说这个盘有初步的落底讯号 但是能不能强攻 从近期的国际股市来看 可能还是比较这个利空的弥漫之际 原则上我认为可能会在年线附近 或者是在今天的这一根 唐宏带下影线的K放这个区间 做一些量缩的整理 我认为这个机会比较大 因为毕竟短时间内要让整个格局 再转强甚至法人再转满 因为难度比较高 我认为这个资金的回流速度 可能比较没那么快 因为法人可能还会在观望接下来 不仅是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 川普的一些动作 因为从这个我们讲人民币的汇率 还是贬值的情况之下 对于整个亚洲的汇市 它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我是接下来的大方向 我们先初步这么看 但是内容的部分 我讲的个股来看 其实不用悲观 为什么这么讲 指数也许我看比较保守 但是个股的部分 其实在今天早盘 已经蛮多一些指标性的业绩成长股 它已经是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因为业绩好的股票 它能够不具大盘的利空下跌 代表说 这几天比较算是有点系统性风险 全面走低的这些 这个行情的内容 它已经撇出了 就是个股可以走自己的路 我们看几档营收不错的 像是游戏国的股王星象 公布出来的七月营收是创高 其实你看它在11点钟之前 就已经供到涨停锁死 而且它的股价不是叫跌升反弹 而是处于高档强势整理之后 再拉一根红棒穿高 你不要看今天的红K 你看前几天台股是在破底 星象是没有跌的 然后公布营收出来很好 它反而会反应力多 所以代表说市场上还是有一些 对于这些基本面成长好的个股 还是有这些理性的买盘存在 你再看深阳半导体 尾盘也供到涨停板 毕竟在今年整体的营运表现都很好 7月的营收也是在创高 尾盘也供高 你看它的日K 也创下晋级的波段新高 来到75.3 所以从今天的内容架构 我们先初步来看 就是说营收不错的个股 它会率先扮演主流的冲锋部队 你再看到6217的中探针 也是前一波我们有跟各位谈到 在这个探针接头 尤其在蓝牙耳机端运用 在今年整体出货也很好的 它在7月营收刚公布出来的 也是创历史新高 你看今天中探针也是一根长红棒 占回所有的均线 吃掉了前面两根的一个黑K 这个都是有反映基本面成长 尤其营收好的率先做冲锋 所以第一个给头证的操作的一个大方向 回归到基本面的营收成长股 还是可以挑出不错的公司 你看PA族群由文帽所带领 你看全新红杰科 整个族群就会被拉动上来 所以有陆队长加持的情况之下 原则上我觉得从产业面 再去找寻一些比较被低估的个股 这在后面还是相当有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比较整齐的铜箔基板 这一块 从台光店 联帽 台药 甚至到更上游的金居的部分 整体的表现都不错 很整齐 你看联帽的7月营收创高 虽然今天没有涨 我觉得比较重点是给 投资人看外资的部分 这几天外资在台股都是调节 但是你看在联帽的部分 他是连买了6个交易日 所以这一些应该这么讲 我们之前聊到这个营运状况 是渐入加进的个股 法人是不畏惧中美贸易战 国际面的利空下跌 他还是持续看好这些个股 持续占买方 就像我过去聊到的 5G的发展 也不会中美贸易战停下脚步 所以联帽工高了 台光店在前一波也创高 尤其今天还能拉出一根长红棒 再来也是今天刚公布营收的 再更上游做铜箔原料的8358的金居 当然金居7月营收并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历史高的一个好成绩 但是我觉得关键是说 他的7月营收月增率高达12% 是创下今年高 所以这个部分就符合 之前公司派所表示的 他在5G相关的 这些高频高速材料的出货 在第三第四季 他会开始去做一定的成长 因为他中下游的客户 整体的拉货力道都转强了 就是铜箔基板的联帽 台光店台药 这都是金居的客户 所以之前金居也表示 尤其在5G相关产品的出货 在第四季更会有明显性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日K线 类似像金居这一种 在今天开低拉出一根实体长红棒 而且带有近期的一个明显性 攻击量的个国 原则上这可以初步视为 落底的一个反转攻击讯号 那顺着这样的逻辑有陆队长的带动 那相对落后的像是金居这样的股票 也许就有机会再往上变高 再来我们昨天也特别跟投资朋友 最终到的就是5G 5G网通设备这一块还是看好 你看昨天的正文 正文公布台报 这个相对于去年的转盈之后 昨天外资还站在买方 买了1600多张 而且外资是连买了7个交易日 今天拉着这一根长红棒 看起来就有机会突破前高28.35 23.45的智邦也是 昨天这样跌 外资还站在卖方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盘面的架构 已经有初步的回稳迹象 所以可以看出来PCB 5G 这原主流股 今天有稳盘的一个效应 最后30秒 好 没有错 因为在这一块产业 就像我讲的 因为他们的业绩公布出来 其实都相当好 而且有一些像是先前 比较被压抑的 就有机会再接棒 所以刚刚聊到类似 像是伺服器的智邦创高 领涨之后 你可以看到像是 我们之前谈到技嘉 昨天外资也转卖 而且它的日KD指标 也在20之下 做黄金交叉 那配合这样的一个 技术面的架构 就是说先前真的被大盘拖累 你看技嘉的K线 这一波跟着大盘走低 但是今天反而拉出了一根 比较带明显攻击量的实体红帮之后 这代表后续性的跌升反弹行情 应该可以值得提 OK 也非常感谢 那这个我们也回到了 整个产业面的一个洗礼 附邦金在今天召开了股东临时会 董事长蔡明星表示 他认为中美贸易战会一直持续下去 到美国明年11月选举以前 都不会有结果 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到美国明年11月选举以前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市场波动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在投资上面 我想会更小心谨慎的来应应 另外面对中美贸易战 恐怕会引发一场美中的货币战 而董事长蔡明星也表示 今年富邦金有对汇率的避险做调整 而且今年汇兑是有盈余的 而且提存很多汇兑损失的准备 会随时因应市场的状况来做调整 汇兑叶黄素有独特水解技术 让大分子变小 先分解掉多余的 所以分子小只有二分之一 直接耗吸收 擅存叶黄素 亮节 亮节隔离乳全新进化 销售No.1 引领使用风潮 无可取代的自信透亮机 亮节 一名大环境的巨变 能转型成功的公司 往往就能迎接一运的第二圈 找出这类转运退遍的豪谷 下半年布局重心一手掌握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期 非一百商业周刊 带您跟这老巫谷一起赢 这次专线02-266-0800 每周一至周五晚天八点 女兵日记女力报道 你愿意跟我一起留在月村吗 凭什么我们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明天是情人节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答案 勇敢去追求你的幸福 我可以陪你 慢慢的 慢慢的 再跳一次 阿健 好久不见了 台式频道 每周日晚间十点月吃 欢迎您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在哪里工作呢 目前在四零分群 天母太精神发本 我叫王英文 今天 不为我精神奖 这下新人家 你的音乐 从前奏一下的时候 我就很想 你真的把舞台炸翻了 我好被你炸搞 8月15日起 每周日晚间八点 敬请锁定森林之王 中撮合的阶段了 今天真的也相当的一个刺激 对投资朋友来说 我们赶紧跟大家报告一下 各股股票期货 今天整个交投的重心 包括了有郁金光的 六千七百五十五口台积电 红海 星星 小立光 稳茂 加联益 全新以及旺宏 滑邦店 这是各股股票期货 今天交投的重心 另外呢 认购全镇的放量股 包括了有大立光 台积电 台湾 五十 T五十 反一 凯胜 群创 上镇S 台郡 鸿海 以及郁金光 认购全镇的放量股 认购全镇放量股有 郁金光 台积电 台湾五十 稳茂 鸿海 大立光 互生2X 可乘 建策 以及群创 这是认购全镇的放量股 今天呢 上市的高洲转有 透过镜面当中 包括了 深阳半 立基 泰鼎 泰塑 印太 玉金光 剑铃 金元 加龙 以及中佑 这是上市的高洲转 而上跪的高洲转有 中探针 星象 双红 迅连 红杰科 声达科 金策 汉迅 立志 以及金义鼎 这是上跪的高洲转 最新买单超镜 在刚刚集合表现最后一盘当中 包括了有双红 莱德 茂迪 金元 南电 智深 洪杰科 耀华 智邦 提韦西 台积电 望洪 洪海 跟中宫 这是尾盘最新买单敲进股 那是不是能够有续强的一个能耐跟尾盘能否呢 这个收涨跌之间有绝对的关系 那另外呢最新卖单调节的刚在界面当中呈现的包括了有群创 互生300 真儿 友达 中信金 新兴 还有联电 富桥 以及台尼 今天的出量股在万张以上的出量股 包括了有泰顶KY 华通 印太核心 台心金 以及台契银 中信金 新光金 长荣行 跟中签 这是出量股的一个表现提供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明天九点见 我们常常听人在说 说人家吃了老 那两个类的看不见了 其实这都是以前的关联比较不见了 这时候你吃PPLS 保证你看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 我现在在宜蘭台东的四方林拔肠 在这里打飞拔 因为我给了一些老朋友 吃PPLS 吃了大家接受烟灶 说酒要来四方林这才打飞拔 又像我开门 又看什么人打致的 你来看 看他们那两尾看到金没有 那两尾看到厉害有没有 又打得对 吃到两年还可以打得真 人家吃老 白酒是最金体化的 現代人呆睡 要看电视 电脑 手机 所以這兩尾的派 翁翁都是自己操作派去的 第一宿生寫 打寫 夢霧 老幕遊 怕更怕風 兩尾閉不開 甚至會出現鵝鵝 出現出的蟲子 那如果看不見 一個人在家裡 那個派人來也不知道 還常常會去撞到 後面擺到愛的愛叫 如果出門一個人過了 又比較危險 其實他不是沒在看路 是根本就看不見 所以我們這個最主要 最主要的PPLS 要的探測快吃 更保養 沒關係脈絡膜的循環太強的 四神經退化的 水晶體會落的 黃斑部會氧化的 白礁人滅化的 我們PPLS都很好用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四神經的主要物質 而且對脈絡膜的循環所通更好 對 那再加上四神經的老化退化 看什麼都會糊糊的 你的眼睛就要一直配 到後來看書寫字 開車騎車都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感到眼睛疲勞酸色 睜不開 這些很可能都和這方面的退化有關 是的 那這個PPLS呢 它原本就是視神經的一個滋養物質 同時它又能疏通脈絡膜的阻塞 而高度近視也和脈絡膜的變薄或者退化有關係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吃的PPLS之後 會變好 變清晰 主要就是這兩個原因在幫助你 眼睛就是看的脈越來越細 過50歲以後 是 是 我就想說 沒人吃空 對啊 我覺得吃2、3個以後 眼睛比較清 比較明顯 比較不會痠 我如果脈看久 也很會痛 本來看不到嘛 我有去檢查啦 以前說什麼黃斑布的密度不夠 喔 結果我要補充什麼 葉黃素啦 還有什麼玉米黃素啦 是是是 我就亂不亂吃了 其實我感覺沒什麼差 郭教授 你介紹我吃那個 今天來吃喔 真的有感覺 現在比較輕鬆了 真的 看久本喔 比較正常 我吃過了而已 就有感覺耶 生蝎 肉肉油 現在都沒了耶 現在蝎裡看這個喔 多多清呢 也不像以前這樣喔 眼睛這樣 常常摸摸摸摸 會人送回來 連在牽肚子喔 對 蝎蝎我就看不到啦 唉唷 去警察開肚子 上面蝎蝎我也都看不到 現在沒了耶 其實喔 我以前也是蝎蝎的 以前喔 如果在生手機 或是說在看補充 或是看脚本啦 那眼睛喔 真的喔 都會爽會熟 又看不久喔 又怕會霧喔 啊 稍微就出外景了 喔 那日子頭 那我眼睛喔 那我眼睛真的就賣不金 又稍微喔 稍微喔 常常麵頭蒸我蝎蝎 還有蝎蝎蝎 還有蝎蝎蝎蝎蝎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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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現在 這些經營都改善了 都不用點蝎蝎蝎了 所以說 我跟你說啦 我們喔 那兩尾要用比較壯的那個 你就要注意 要保養喔 沒錯 像做文書的 做電腦的 修理標的 要咱們開車上去 走進去的 要吃辣的 要看手機的 要打麻糬的 年會比較大的 我們這兩尾都會比較緊張 就要趕吃這個PPLS 像有很多人 那兩尾都有蝎蝎蝎蝎蝎蝎 結果 那PPLS吃不完整個 蝎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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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美國 日本 韓國 跟歐盟的專利 年後 又拿到生自將的堅定 所以 我們如果要變成 兩尾金金金的超市王 就要認明我們高軍大國 所推薦的 才是有效的喔 F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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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衣服可以根据男、女、年龄、量身設計 男女善存也可以 男性增量B两倍、有活力 增量心、好幸福 女性增量鐵两倍、GC、好气色 增量概、骨骼健康 男女善存、引爆善存 中文波都喘动影 整年烫梯好家庭 这样的家伙伴素贤 东营梯罐 上期 天爱 终于挥别前男友的阴霾 新的爱情跨进一步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结婚啊 是不是代表对那女同事有好感 享受当下开心就好 还真的是明天爱在我身边 我才睡得着 我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明天爱了吧 不可能 明天爱 你管住我的脑袋 每周六晚间十点台视频道 男神时代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我不拜托你犯过我 犯过你 让我们两个重新好好生活可以吗 这一包好平安会更宽大 喂 这一包都是我自己拿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做 叫你再无辜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跟你调习可以吗 每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台视 我们不能是朋友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赞助播出 教练这个好重重 你知道今天的会议对我来找什么 我的笔电资料全部都在你手上 我却找不到人 你可不可以去跟我发说 让我们去上班 月薄 你不是说这次是战缘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女兵日记女意报告 好 我 这次回事 我给你 我看不到 你 看不到 你 这次回事 我看不到 你 给你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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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